欢迎来到陪你读 无意讲要 您好 我是唐玉玲 情绪难道都是坏的吗 其实情绪有好有坏 我们之所以能够延续到现在 都要靠情绪 比如李人篇的第三章 它就讲到情绪 好的情绪 它能帮助我们 做很多的发展跟影响 坏的情绪 当然会引发我们 愤怒 堕落 无奈 失忆 退转 那好的情绪 这是奋发 向上 自信 等等 那我们说好恶 喜欢跟讨厌 到底是好的情绪 还是坏的情绪呢 这要看 如果它用在好的地方 它就是好的 而且中庸说 喜怒哀乐 发而皆重皆为之和 喜怒哀乐都是情绪 能够发到恰到好处的 那它都是创造和谐的 这一章的好恶 就是这个情绪是发在好的 而且合情合理的 这一章是什么呢 叫做指约 为人者能耗人 能误人 这是李仁篇的第三章 为人者 就是只有人者 人者 这个人的定义 我们论语后面会有说到 它的定义 就是一个很渴望自己成就的人 很渴望帮助别人成就的人 因为唯有帮助自己 跟帮助他人成为人才 才能脱困 才能改变命运 所以人就长成这个样子 不只是做慈善而已 它更重要的是一种教育 唯有人者能好人 能误人 好物 每一个人都会啊 我很喜欢富有 我很讨厌贫穷 我很喜欢被人尊重 我很讨厌被人冷漠 我很喜欢自己有自信 我很讨厌自己 是一个很自卑的人 好物大家都有啊 而且都会啊 而且有些是不教就会的啊 与生俱来的啊 这里怎么说 唯有人者 能好人能误人呢 对人的好物啊 只有人者 才有资格 才有能力 对人好 对人物 就是喜欢人跟讨厌人 这种喜欢人跟讨厌人 是合情合理的 是有助于品德发展的 有助于对方改正过失的 有助于自己标准 建立的建立的 有助于风俗的 存厚的 这种好物啊 是发而皆重结 就是发的合情合理 这个情绪还得发 那能好人 能误人啊 好人 为什么好他呢 这个好人啊 包括说 这个人是好人 这个人是善人 这个人是君子 这个人是贤人 这个人是圣人 好人 当然就是不会侵犯别人 善人就是想要去利益他人 君子是能承担的人 贤跟圣呢 是在内在涵养 修为 逐步逐步达到救济的人 能好人 人者能好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啊 对社会是有帮助的 对自己尽得修业是有帮助的 对社会的风气是有帮助的 对国家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所以能好人 好人就是跟他们为朋友 扶持他们 他们受到毁谤的时候 还要分棒 来自于他们这个需要帮忙的时候 还要大力帮忙 跟他们一起来照供业 这叫做好 这是一知所在的 而唯有人者能误人 哪些人是你要讨厌的呢 这种是坏人 恶人 小人 这些是你要所误的 特别是小人 这些自私自利的 逢云拍马的 惨狂的 这个不以理智来做事情的 这些好物 如果我们确认了 我们就能够导正社会风气 导正好人跟坏人 他的形象 他的价值 让社会很清楚地看到 好人 他的形象是什么 坏人 恶人 小人 他的形象是什么 而 助长好人的出路 压制坏人的出路 有助于大家 能够趋向于好人 趋向于好的品德 趋向于好的学问 并且培养能力来做好事 好物原来可以做这样的表现 这好当中包括说提拔他 栽培他 救拔他 物包括说对支他 莫兵他 莫兵就是沉默 保持距离 甚至是要处置他 像孔子当时 做大师寇七天 就在两关堂杀了邵正母 当时子贡也不以为然了 也对孔子有所误会 但孔子说 邵正母这个人 他在行为上是很乖僻的 言语上是很诡辩的 心思是很阴险的 耳朵是多听那些怪诞的 乃至于他的这种逻辑是邪恶的 是倒到错误的 风气大坏 这种人光有一条就可以足以杀他 更何况是五条具备 所以你看孔子他也有好也有悟 孔子悟是悟相怨 就是骑墙派 两边讨好这个没有原则 没有是非没有善恶 只是针对自己有利的 这种相怨的小人 看起来是好好先生的 孔子很讨厌 孔子也很讨厌 误啊 不只是误恶人 还误这些恶人所创造的恶事 恶风气 比如说后面说人坏话的 以下来毁谤上者的 或在行为上是勇而无礼的 没有礼节的 这个欺人太甚的 或者是很果敢的 可是是却太刚断的 不把人看在眼里的 那孔子也好 好比如说像君子摘若人 上德摘若人 比如说对南荣 这种君子的风范 有道德的清朝 孔子是好的 或是闲灾毁业 或者忍者管仲 或者大灾咬之为君 或者语无误见然 或者泰伯可谓自得 这孔子的所好 总而言之 孔子的所好所悟 绝对不是党同淫私 党同乏意 不是颠倒是非 不是这些浮夸 乃至于这些 心中没有道德标准的好物 所以有这张告诉我们 人生要有好物 但是这个好物 要有对的方向 而且要适可而止 不能随着错误的见地 或者随着错误的经验阅历 所以这个知识背景 是很重要 以经学 见地为本质的知识背景 来生起的好物是很重要 那悟当中 如果他是小人 有时候也不能悟得太过分 避免他狗急跳墙 总而言之 那个分寸要恰到好处 而且呢 重好之必采淫 重物之必采淫 大家的好 你要看看 是不是真的 所好的是对 大家重物之 大家所悟的 你也必采淫 看看他所悟的 对不对 如果大家所好的是邪恶的 是坏风气的 是骑枪派的 是两面讨好的 是相应的 那我不要 大家所悟的呢 是孤方至赏的 是高瞻元祖的 是力排重义的 那我要 所以好物也可以跟大家相同 也可以跟大家不同 这是人人君子的 好物 所以人人君子 也有情绪 但是人人君子 也没有情绪 那我们下一章会说到 人人君子 也没有情绪 所以上连叫做 人人君子 有情绪 下连叫做 人人君子 没情绪 横批是 到底有没有情绪 所以喜怒哀乐之未发 未之中 就是没有情绪 发尔节 重节 未之何 就是有情绪 所以论语章节 看起来 常常是互相相反 但是你如果通达 它里面 道理是相同的 意贯制的时候 你又可以发觉到 孔子是处处远容 难怪他是 甚至死者也 读了孔子书 让我们人情世故 经验月力 开展了不少 大开眼界 创造人生 真正的幸福 好 这一集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听 下集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